你好 欢迎收看5月29号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陈慧玲 20多年前政府打算在系纸白袍 胡盖监狱 只是时代变迁 现在系纸发展为都市 已经不适合 只是这20公顷的地空在那 现在地方也争取活化 29号的上午立法委员段一康 十一元审发会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这块地规划为棒球场 让系纸热爱棒球的孩子 不用再到外地练球 200公尺的宽跟245的长度 其实它可以用一个标准球场来讲 本类板到全类打墙 大概100公尺左右 就可以做一个标准的球场 那所以四个球队 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比赛也好 或做一个练习也好 先介绍整个场地 以细子来说 就有五所国小的少棒 两间国中及两间高中 也都有棒球队 在去年秀峰跟从毅高中 更是打进全国黑豹棋前八强及十六强 只是一直以来 他们练球不是得到基隆 不然就是到台北世界球场 很不方便 29号上午的会刊中 秀峰高中棒球队也到场 看到这么大的场地 棒球小将们也好期待能在这里练球 那我们现在其实每天就是 到基隆练球是真的非常辛苦 那也希望细子有一个那么好的场地 跟我们使用 那我们也会更加努力 民国79年啊 我还在做兵 到现在27、8年了 到现在还是要再一个空地 所以法务部自己心里也知道说 这个地方要设看守所是不可能 那实际上我们大概都知道 法务部是已经同意了 只是要把这个行政程序走完 如果说要在细子盖看守所 那你不如盖到这个心仪计划区去 那交通更会方便 所以也就是细子这里 这个看守所这个计划 我想包括法务部在 他们自己也评估 也应该认为说 这个细子事实上现在已经不适合 两方面的考虑之下 我们经过这个段一康段委员的协助 帮忙这个协调 让请法务部能够同意 目前闲置的这块土地 都已经整地整好 能够提供给细子 作为棒球场的使用 二十多年前国产署将这块地 无偿拨用给法务部缴证数 本来要盖女子看守所 地方民众表达强烈反对 只是不盖监狱 这块地如何使用 地方认为改球场 为孩子们开启放垒球的梦想 目前同意给地方政府使用 我想通过段委员 我跟沈亿员 我们很愿意 在还没有正式使用前 给地方打来活用 规划案在露曙光 不但能成为球场 也是市民的大型运动公园 会堪也请市府加速办理 催生细子20公顷的棒垒球场 让孩子们的棒球梦想 就从这块草地开始 这条惠灵 西纸采访报道